大家好,我是Dr. Lee,让我来关心你的健康 你是否曾经试过皮肤无缘无故,感觉很痒,甚至会长出红疹 这说明了你可能有过敏反应 过敏是一种普遍的健康状况 它是一种异常的免疫反应 过敏反应不但会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 若过敏情况太严重,不及时治疗的话 还可能会造成生命危险 一般上,过敏症状包括打喷嚏、流鼻涕、呼吸困难、皮肤红疹、烧羊等等 严重的可能会引起哮喘,甚至休克 过敏反应发生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过敏体质 二是接触到过敏源 过敏源可以分为几大类 食入性,如海鲜、花生 吸入性,如沉满、花粉 接触性,染发剂、洗碗液 和注入性,如蚊虫、钉咬等等 如果你是容易过敏的体质 建议做个过敏源测试 帮助你找出究竟是对什么物质产生过敏 然后尽量避免接触 才能避免引发过敏反应 另外,过敏反应也是因为免疫系统紊乱所导致的 因此,提高免疫系统的健康 也可以帮助缓解过敏反应的严重程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